瞧瞧电箱线烧成这样都不知道现在跳杂了吧 今天半夜12点来修个电闸 先给这个电闸的箱子盖打开 你看打开也烧糊了 大家看这个线 延时器下面应该是直接烧毁 然后我们现在给这个下端的这个线给它换掉 这个延时器大半夜也买不到 然后直接给它拆掉 拆掉以后呢 然后找6平方电线直接给它接上 就行了 先给上一下这个延时器给它拆掉 上一下螺丝拆掉就可以了 延时器拆掉以后 我们找一个6平方线 因为它家是有灵火线 先找个黑色套管 然后套上 然后用煤气罩收缩一下 收缩管 这个黑色管子做灵线 不抽烟好 不抽烟好 现在灵线做好了 我们按长度 给这个线比划一下 减多少算多少 现在给这个延时器给它拆掉以后 拆掉以后呢 然后这个上面多余的短线也给它拆掉 然后给这个火线按适当的长度和灵线适当的长度给它接上 螺丝打紧 一定要打紧 因为这个是主电源线 如果不打紧容易需接 还是线容易烧掉打火 接线不要接错了 灵火线位置要放正确 一定要咬紧 咬紧以后防止拘接啊 然后这个我们再找一根黑色套管 做一个灵线 因为这个灵线和下面的接线端 共一个供电线 然后给它上下打紧 给上面的灵线也比好位置 然后给它接上去 量好适当位置给它接上 然后给螺丝一定要打紧 打紧以后呢 然后我们顺便给客户家所有的螺丝都打紧一遍 防止拘接再次给漏爆 接口烧毁啊 瞧瞧看来个特写 这是灵线和火线烧在一起的线 看看所有的线做好以后 我们就等待客户送总杂啊 看看现在杂不跳了 外面的总杂也不跳了 你看灯都亮了 维修正常 然后现在所有的设备都正常了啊 半夜12点跑了15公里去冰湖修这个店 维修完毕 感谢观看